俄罗斯人在二战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一定要知道 俄罗斯人从来就是战斗民族 他们打仗 基本上是 他们发展出来战术特别好 他们最开始 列士了之后 他们就马上 发现德经的特点 然后根据德国军队的特点 发展了一种新的 克制的战术 然后俄罗斯人 不是不但勇敢 而且聪明 他们不是搞人海战术的 他们发展的那个战术 对于机械兵的部队 是特别压制 这个机械 机械集群部队 是特别有效的 以后有 对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那个 具体的读书 就知道 俄罗斯人在 战术二战的时候 战术是很创新的 知道吗 嗯